新冠肺炎疫苗 十九號週一開放 有出國需求等民眾來預約 下週三便可自費接種 相關的費用 智慧中心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開放接種的三十一家醫院中 已經有十五家公告費用 每劑不超過六百元 而不過每一瓶的疫苗 得湊齊人數才能施打 雖然日前宣布 從十人降為八人 但部分醫師認為 應該開放各級的醫院免費來接種 以免疫苗過期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在新增一名境外移入個案 馬來西亞籍四十多歲的男性 十五號來臺工作 機場入境時 發現體溫異常送醫採檢後 十八號確診 目前以匡列機上接觸者十四人 要提高國內新冠疫苗施打率 指揮中心十七號 已經宣布放寬疫苗 開頻的人數 從十人降為八人就能接種 但有醫師表示 應該比照流感疫苗 擴大開放接種醫療的院所 接種應該要比照流感疫苗 找個大賣場或者是體育場 那克服疫苗保存的問題 我們要用大的量去沖掉這個零頭 所造成的浪費 現在北歐國家很多國家都 甚至都不要打了 甚至不要買了 那你還要在那邊把它當作寶一樣 在那邊 還要考慮到優先時期的問題 根本不必要了啦 你趕快把它開放給所有的人都可以打 打完之後就把它趕快銷完嘛 不然你說疫苗可能就是爆費了 指揮中心表示 觀察後續的接種情況 再考慮是否開放更多的醫院施打 十九號週一開放商務留學等民眾 預約接種 相關費用開放施打的三十一家醫院中 已有十五家公告費用 其中醫學中心收費規定 不可超過六百元 像是臺北馬街接種的費用為五百八十元 城大醫院六百元 區域醫院規定不得超過五百五十元 像是宜蘭羅東聖母醫院 每季費用為五百五十元 地區醫院規定不超過五百元 像是部立花蓮醫院 公告每季收費四百三十六元 莊仁祥表示 莫德納疫苗預計五月可能會進口 如果有民眾近期面臨高風險工作 建議先接種現有的疫苗 至於有勞團建議指揮中心 規劃有心接種架 莊仁祥強調 應涉及多方利益 目前還需要溝通中 記者黃六 陳新龍 台北報導